詞曲、李宗盛 李宗盛 登學 念日子 詞曲、李宗盛 李宗盛 你要上班 站在電梯口 結果你看電梯正好電梯下去 然後你在那兒歡歡歡歡心裡想上班要遲到了 很緊張 來來回歸站在你補兼 其實那也造成了壓力 當你打開電梯走進去 可能正好面對的人 不是那種很懂得給你微笑 然後跟你打招呼的人 可能他也面對面的這樣盯著你 你也盯著他 兩個人等一下 兩個人都有壓力 這種壓力每一個人都會忽略不計 但它實際上是存在的 等你到了上班 可能上班遲到了被老闆罵 然後工作的時候遇到不順利 然後下班的時候遇到堵車 然後回到家裡可能跟你有太太 兩個人一講話可能談不論 一下子兩個人大吵大吶的一個晚上嚎叫 可能你以為是你太太對你不好 你以為你先生對你不理解 搞得你心情很煩躁 其實你不知道 你的太太只是你所有壓力當中 最後一個壓力 相當於我們打個比方 在這個桌子上放上一塊鑽頭 兩塊 三塊 四塊 五十塊 六十塊 可能這個桌子都不會塌 不過有可能翻到最後一塊 六十一塊的時候這個桌子正好倒 那麼難道是最後那塊鑽頭造成這個桌子倒了嗎 任何顯然不是 在你生活當中隨時都有可能出現最後一塊鑽頭 你不要一直只是坐著 你要隔一會兒放鬆一下 你就可以一直坐著 可是如果你一直這樣子僵持不下地坐在那裡 僵硬地坐在那裡 那麼你的肌肉會緊張 你的腰椎就會受到損傷 所以在你生活當中 你如何能夠把所有的壓力發甜呢 我要給各位一個強妙的方法 這個方法很神奇 大自然裡面有一種特殊的方式是用來對抗壓力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 它無時無刻都存在著 這個對抗壓力的密碼就叫人圓 圓是整個大自然裡面出現的頻率最高的一種表現形式 地球是圓的 太陽是圓的 幾乎你看到的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圓的 燈泡是圓的 燈管是圓的 樹展的是圓的 傑出的蘋果是圓的 你的頭也是圓的 對吧 對 你看一個十噸的車子 這麼重的車子 下面鑽著幾個圓的輪子 就可以拉著它滿世界盤 可是如果底下不是圓的 那麼就算一個小小的一噸的東西 你都很難推動它 對吧 只要底下有個圓的輪子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壓力發解 它是怎麼化解的呢 原來圓的最大的特點是可以把壓力不停的往不同的方向分解 那麼在生活當中怎麼樣去應用這個語言呢 我以前呢 在教我一個朋友 他說他每次回家 他太太老是問他 這麼晚了去哪裡 他每次都覺得心情很不好 覺得好像被審問的感覺 然後我就教他 我說下一次你回家的時候你太太問你 這麼晚了去哪裡 你就問他 你身上穿的這件衣服是哪買的呀 這麼漂亮 如果你太太不買你的帳 繼續問你 你少給我這個轉話題 繼續問你 這麼晚到底去哪 你就繼續問他 我絕對相信這件衣服 我是看到過 你告訴我在哪買的嗎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是 其實每個問題的發生 都會有機會解決 但是並不需要急著去解決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 其實可以先把壓力換解 然後在撕彈的時候再去決定 原的特點就是轉一圈還會面對 轉一圈還會面對 但是每轉一圈重新面對的時候 你所面對的壓力就不一樣了 在中國的這個武術裡面 有一種這個武術叫做太極拳 各位聽說過嗎 太極拳的所有的動作就是圓的 假設有一個人用手推你 你呢 也用手接他 可是你接到他的時候呢 你做一個圓的動作 就可以把它施加給你的壓力 發解 假設有一個人拿一把刀捅你 當他的刀過來的時候 你迅速地轉一圈 這個刀呢 可就不一定能夠刺進去 事實上呢 如果一個企業 他的整個工作的流程是流動的 是圓的 那麼這個企業的工作效率就會非常高 可是如果這個企業 他的工作壓力會集中到某一個老闆 在某一個重要主管身上 那麼這個企業的運作實際上呢 就很容易出差距 實際上呢 圓跟我們的家庭 跟我們的工作 跟我們的身體 都有益氣的關係 假設你吃的東西 能夠在身體裡面正常的很好的循環 那麼就能夠對你很努力 假設你吃的東西 會在你身體某一個地方積累起來 然後呢 不能夠被利用 那麼很可能就會對你造成傷害 所以 圓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處理壓力的方式 但是呢 當你在使用這個圓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 你能夠很清晰地去認知 以一個非常良好的心態 來看待什麼是壓力 講到壓力呢 我們就會談到 現代人生活當中 一個重要的方式 就是下了班 很多人都會去運動 各位在座的 有多少人有運動的記者 太好了 坦白講呢 其實運動呢 是現代生活當中 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形式 不過呢 對於都市人來講 恐怕呢 如果你不懂得正確地掌握 如何去運動 可能這個運動 不但沒有給你帶來好處 反而帶來更大的傷害 每一天 當你從早瞞到晚 到晚上的時候 是身體最疲借的時候 也是你的消化機能最弱的時候 也是太陽離地球較遠的時候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 整個地球的能量開始逐漸減少 這個時候其他所有的動物 幾乎都去休息了 唯獨只有人 還在運動 很多人偏偏在這個時候跑到健身 在身體最疲倦的時候 最需要休息的時候 還在那不停地動 然後大大的增加了身體的支出 同時又在一整天的壓力狀況之下 額外的又在增加了壓力 這樣的一種運動 實際上就不是對身體有好處的運動 相反而是一種破壞 每一天 如果我們來看看大自然當中 其他的動物在做什麼 你就會發覺運動 實際上可能被現代人曲解了 實際上呢 運動本來是用來幫助人們放鬆的 幫助人們減輕壓力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那裡拼命 為了達到一個指標 肌肉長大 為了這個讓自己 某些地方變得比較強壯 那為了能夠這個 保證每一天的運動量 為了達到一種標準 在那拼命的運動 據我的觀察 我認為呢 自然界裡面 大部分的動物 都沒有什麼運動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他的動物搭青召起來 去跑步的嗎 有沒有發現其他的動物 每一天在那裡做 各種各樣的運動的 我相信 肯定沒有 事實上 所有的除了人類之外的 其他的所有的動物 他們很少做運動 你看到山上的老虎 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走得很慢 除了在苦獵的時候 會很迅速的撲過去 其他的動作幾乎都是慢的 對嗎 對 你看到整個山坡上的牛 如果沒有人追他 他走得很慢 對嗎 對 你也會看到呢 貓啊 狗啊 他們大部分的動作都是慢的 除非他正在土石的時候 原來呢 自然界裡面所有的動物 要想獲取能量 是很不容易 所以一旦他們獲取能量之後呢 他們會選擇盡量的把能量儲存下來 而不是無端端的把它消耗掉 而現代的人從早到晚 瞞到一整天 歇不下來 已經消耗了很多的能量 又不懂得如何去設計真正高能量的食物 在這樣的狀態上去選擇激烈的運動 長時間的運動 事實上是不利的 所以講到壓力 講到如何去化解壓力 首先要把運動這樣的一個觀念 跟大家來做一個交流 事實上我認為 這個話題可能很多人聽起來會嚇一跳 我認為運動對許多人來講是不需要的 大多數人本人上都不喜歡運動 我相信你的身體本人上拒絕的東西 一定是對你身體沒有好處的東西 本人上拒絕的東西 那麼人難道不需要動嗎 需要的 但需要的不是那樣的鍛鍊式的運動 需要的是時常不斷的活動 就好像我在講課 各位發現我一邊講 手一邊動 頭一邊動 腳一邊也在動 這個就是一種活動 放鬆 這種放鬆呢 把我本身講課的壓力 轉化成動作三類一種運動 這其實也是一種圓的思路 幫助我們把某種壓力轉換成另外一種 一個勞力勞動的人 不斷思考的人 如果他經常一邊思考一邊敲打 一邊思考一邊做動作 他就不會感覺到壓力很大 一個經常做體育方面的運動的人 如果他能夠算一點數學體育 解一點物理的題目 想一想古老的一些這種可能難題 這個時候呢 對他來講就是一種放鬆 把壓力轉換 可是呢 講到這裡呢 我就覺得大多數我認識的中國人 他們不但不懂得轉換壓力 他們還時常彼此施加壓力 打個比方 你的小孩可能在學校上學上了一整天 本來在學校上學對小孩子來講 其實就是蠻大的壓力 可是可能他好不容易換鞋回家 剛剛進了家門把鞋子一脫 還來不及想什麼話題 你可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今天在學怎麼樣啊 考試考得好不好啊 老師我們批評你啊 結果呢 這個小孩子呢 本來一整天壓力已經挺大 一回到家看著你的面孔 壓力就更大 所以現在的小孩很多人不愛回家 很多人喜歡轉到碗巴裡面 很多人喜歡跟別的孩子到處去跑 因為回家壓力很大 所以他本人上就被看見 他希望呢 得到一個緩解的機會 所以你不要怪他去玩巴 你要問 為什麼你不能吸引他在你身邊 為什麼他要到處跑 因為他跟你在一起 沒有辦法得到放鬆 所以我經常教我身邊的朋友 如何跟孩子相處 你們想不想知道 有 我覺得呢 我們這一代的父母親 自己壓力很大 就覺得希望孩子將來很有出息 想把他們各個訓練成了不起的人 實際上給了孩子很大的壓力 我認為其實這一代的父母親 我們根本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來 教孩子很多的東西 因為我們教會給他的這些東西 等到他大學畢業 等到他去工作的時候 你教的東西大部分都沒用了 都過時了 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想我們父母親以前 教給我們的東西 也一樣大部分的都沒用了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發這麼大的心思 來陪孩子讀書 教他各種各樣的東西 你要想清楚 真的十年二十年之後 等他工作了 對他來講究竟有多少用途 以期如此 倒不如呢 換一種方式 經常你下班了 孩子犯學了 你們一見面 怎麼樣 我建議你們一見面 就相互鬥來鬥去 相互練一練 打一打 著弄一下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講 如果你孩子在那裡做作業 你就不停地在背後搗蛋 你夜搗蛋 其實他反而以後會夜愛做作業 因為呢 他跟你在一起玩耍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得到了身心的放鬆 當他能夠很放鬆的時候 他學習的效率就會很高 當他很緊張的時候 他什麼書也讀不進去 只不過僵硬地坐在那裡 擺個架式讓你看到他還在讀書吧 可是如果你懂得跟孩子去相互的玩耍 所以這裡我要強調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作為父母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跟孩子玩耍 作為運動 我認為最好的運動就是玩耍 如果你能夠經常跟你的父母親玩耍 能夠經常作弄一下你的父母親 搞一搞他 弄一弄他 給他哈哈癢 我相信你的父母親 這輩子都不會得老年痴呆 一個得老年痴呆的父母 只有一種原因是真正致命的 那就是他的耳裡很少跟他玩耍 以至於他沒有辦法經常訓練他的思想 他的身體來導致他的身體逐漸僵化 同樣的不小心你的孩子可能很小 就已經得了類似老年痴呆的亂態 因為他也很少在那種靈活的表現當中去感受生活 所以我認為做父母親的真正要教會孩子 其實不是那些知識 而是教會孩子變得很靈敏 當你跟他不斷的相互作弄 甚至你偶爾經常騙一騙你的孩子 然後給他一些藍蹄 捉弄他一下 你的孩子在跟你相互 鬥智鬥勇的過程當中 在一種失淡的力度之下 他會不斷的成長 我認為孩子最重要的 就是能夠從父母親的經驗當中 得到一些經驗 因為將來他畢業之後走到這個社會 別人不見得會對他非常好 如果他可以從你這個大人 跟你相互鬥智鬥勇的過程當中 學會很多的東西的話 那麼到他有一天走向社會 別人要想欺負他可就不容易 這樣的孩子你也就可以比較放心了 對不對 還有一個關鍵的思考 那就是真正的壓力其實呢 是不多的 關鍵是我們跟壓力之間產生的對抗 打個比方 比如說呢 我做這個動作 各位看 我做這個動作 我用很大的力量做這個動作 請問我的肌肉舒服嗎 舒服 這個動作叫什麼 按摩 對不對 這個叫按摩 可是呢 這個動作呢 這個動作我的身體會舒服嗎 舒服 這個動作可能我的身體呢 就有些不舒服 這個動作 跟這個動作其實力量是一樣大 但是為什麼前面的動作會造成身體很舒服的感覺 可是後面的動作會讓你害怕呢 因為呢 前面的這個力量呢 被我們的身體利用了 而後面的這個力量跟我們的身體產生了對抗 所以什麼叫做壓力 壓力就是不能夠被身體利用的力量 什麼叫做動力 動力和壓力其實是一樣大的力量 但是最重要的是動力是被人們利用的力量 叫做動力 打個比方 當一個十噸的車子壓在那個輪子上的時候 是壓力 可是呢 當那個車子往前開的時候 那個十噸的力量被輪子應用了 實際上相反的推動的輪子向前走 對嗎 對 所以呢 實際上 許多的壓力都有可能化解成動力 那麼如何把壓力變成動力呢 其中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技巧 那就是 協會 喜歡壓力 學會喜歡壓力 學會跟壓力呢 之間呢 形成一種玩耍狀態 當你遇到某種壓力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 先產生的第一個想法 不是害怕 不是對抗 不是挑戰 不是戰勝這個壓力 而是當壓力產生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的第一個想法是 欸 挺好玩的 很有意思 好像有一天 你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你有兩種表現 第一種是 我好倒楣喔 第二種是 欸 挺好玩的 小時候我們也摔倒 可是我們小時候 很多時候摔倒在地上的時候 都哈哈大笑 覺得很好玩 偶爾哭一下 馬上站起來繼續玩 可是長大呢 一摔 首先 不是摔痛的 而是先摔得好像沒面子 然後先摔成壓力 對不對 我記得 我在參加一次宴會的時候 有一個 美國柯達公司的一個高級主管 他在那個宴會上面 低著頭在那裡擺動相機 可是呢 一抬頭呢 結果就轉到那個桌子上 因為他頭低下去的時候 把頭埋在桌子底下 所以他一抬頭就轉在那個桌子上 哎呦 他長得很胖 然後呢 這個一轉呢 就整個人像一個大皮球一樣的 都滾到桌子底下 當時我們請他吃飯 所以在場呢 沒有一個人敢笑 憋著嘴巴 其實壓力很大 可是呢 我們發現呢 那個 美國人呢 從桌子底下站起來 第一件事情就是哈哈大笑 他覺得很好玩 他覺得他怎麼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掉到桌子底下 所以就很好玩 可是我就在想 如果當時掉下去的是一個中方的總經理 我相信他那個壓力肯定非常大 已經賺了一下已經受傷了 再來的壓力就是血散加傷 對吧 哎呦 那一天真是有意思 那個老外不但摔了這一下 隔了沒有十分鐘 我們又聽到了一聲巨響 他又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掉下去呢 因為呢 那天給他做的那個凳子呢 是沒有靠背的 結果呢 他坐在這 突然直接往後一靠 又一個大皮熊 咒咒地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所有的人這下忍不住 哈哈大笑 然後呢 我看到這一位 美國人 科大公司的一個主管 他站起來又是哈哈大笑 他覺得很好玩 他覺得一個晚上能夠玩兩次 很不錯 事實上在生活當中 最大的壓力來自於 你總以為你失去了什麼 總以為你損失了什麼 總以為你受到了什麼傷害 其實有很多的情況下 你什麼損失都沒有 而是你產生了一種 給自己自己添加的負擔 可能是面子 可能是你的形象 我認為 有些東西 我們需要給自己放鬆一些 讓自己活得更輕鬆一些 錯了就錯了 錯了不代表失去什麼 錯了不代表有什麼傷害 錯了不代表我們就有什麼不好 錯了只是代表我們經歷了一件事情 對嗎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講 你這麼多年 這麼認真 這麼努力 不停的計算 你就能夠保證你一直做對事情 你能夠保證你做對事情 一定有很多的收穫 相反 我覺得有時候做錯事情 收穫還更大 對不對 我覺得在人生當中 有許多的時候 我們遭遇的看起來錯誤的事情 結果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還不少 我記得在很久以前 有一個電影明星 是演相揮的 好像名字是叫劉當 聽說他在深圳開車的時候 賺車 然後出事死了 我就在想 要是那一天 留當 他能夠在那天下班的時候 或者出門的時候 這個 結果呢 正好踩到一個香蕉皮 摔了一跤 他也許那天就沒辦法好好開車 他也許就不會死 他如果他的車子 正好那天被別人把輪胎給偷了 我想那天他也不會死 他如果那天特別倒霉 下樓梯的時候 遇到一個不講理的老太太 給他兩個耳關 也許他那天也不會死 那 你生活當中所遇到的 看起來不幸的事情 未必是真的不幸 你生活當中所遇到的 看起來不順利的事情 未必是真的不順利 也許正是上天救你的一種辦法 對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老是在那裡生氣著急呢 我們為什麼總是要想像這件事情是好的不好的 對的或者錯的呢 原來在我們的腦袋裡面 隱藏著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 正是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 讓我們總是不停的在那裡比較和計較 我認為來自心中的壓力最大的來源就是 喜歡比較和計較 不停的在進行比較和計較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假想了我們的損失 讓我們假想了我們的代價 實際上 我們的想像力儘管很豐富 但是我們並無法想像任何事情背後的發展究竟是什麼 對嗎 對 你能夠想像你今天娶到的這個很美麗的太太 將來會變得很凶惡嗎 很難說的 你想不出來 所以很多人結了婚之後很厚的 可是你想像過這個很凶惡的太太 也許一輩子在很多時候救了你嗎 你也可能想像不到 也許今天你正要出門 他跟你吵了一架 結果避免了你的車禍 都有可能 什麼可能都存在 所以接受 對抗壓力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協會接受 已經接受發生的事情 認為每一件發生的事情都是好事情 我養成了一個習慣 我覺得每件發生的事情 都是上天給我們的理 都有它的好處所在 只要你不只看到它的壞處 你一定會轉過眼來看到它的好處所在 對嗎 對 所以壓力來自於我們在比較 我們在計較 我們在對抗 當我們不在計較比較和對抗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享受壓力 當我們在工作當中遇到一些挑戰的時候 我總是會覺得很興奮 可是在想這個挑戰的過程 我會成長 我會學會很多的東西 我會開始讓我的智慧 有更寬闊的成長空間 所以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意 你願意去接納你所面對的事情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談談 從生理上如何去解決一些壓力狀況 我觀察過跟壓力有關的表情 有幾種 第一個 生氣 第二個 壓抑 第三個 憤 第四個 緊張 我發覺在這四個表情當中 當然你可能會說 經常憤怒 經常壓抑 經常緊張的人 應該去看心理 對吧 現在有這個職業叫做心理醫生 可是我認為心理醫生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用來幫助緩解壓力 對不對 對 而緩解壓力最大的 我認為在生理上有一個標準動作 它是能夠幫助緩解壓力 我觀察過很久 憤怒 緊張 生氣 有一個最重要的表情 就是憤怒的人 緊張的人 生氣的人 時常憋住氣 各位我們試試看生氣是怎麼做的 你發現生氣的人呢 他做的動作既然是斷氣的動作 不呼吸 哦 這裡面可涉及了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人呢 有三種關鍵的養分 第一個是食物當中的養分 第二個是水 第三個是氧氣 當我們缺少食物的時候 我們可以勉強支撐的活一個月哦 當你缺少水的時候 你可以勉強支撐的活五到七天 可是如果缺氧氣呢 如果缺氧氣兩分鐘之內 你就會離開這裡了 對嗎 這裡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身體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營養就是氧氣 可是我們注意到鼻子呼吸這件事情 卻沒有注意到我們呼吸的量 夠不夠我們的全身需要 很多的人經常呼吸的很淺 然後呼吸的很短處 以至於身體儲存的氧氣嚴重不足 我這些年的經驗告訴我 所有的慢性疾病都跟缺氧有關係 所以我們來有份見面 但當然我們是幾次都是 兩次的派對人 我們會看你的人 是有害群的 最多都叫作最好 一起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